一架飞往日本成天机场的民航班机机长表示 曾经在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和MH370取得过联系 但由于信号受到干扰 无法清楚听到对方的对话 相信这也是MH370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 马航客机MH370进入越南领空后从雷达上消失 当时一架刚好在越南领空的民航班机机长接到 越南当局要求其试图与MH370取得联系 这名机长随即开启飞机的紧急频道 并且在凌晨1点30分左右 与相信是MH370客机的副驾驶取得联系 但是由于当时信号遭到干扰 无法确认对方究竟说了些什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MH370上的正副机师并没有发出国际通用的 无线电求救讯号 MH370上的正副机长